人生在世,永远都离不开生老病死 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好奇 人死之后究竟会到哪里,会不会因此而消失呢?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给出了一定的科学解释 而且还非常具有参考意义,他是如何解释的呢? 爱因斯坦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的理论涵盖自然界的一切基本问题 大到宇宙,小到次元子粒子 他修正了时间和空间,能量和物质的传统概念 对于人死后会去往哪里? 根据能量守恒的定律来看 人死后这些物质不会消失 它们会被微生物进行分解 分解后的物质再次进入大自然 参与到各种物质循环中去 最后只留下一副无机物组成的骸骨而已 爱因斯坦阐述了自己对死亡的理解 他认为人的大脑记忆组就是人类的灵魂所在 它的本质就是一串串的量子信息 这些信息就像是电流一样 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若是遇到相同频率的人就会被接收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有灵犀 在此基础上 想要了解人死后去了哪里 就比较简单了 人死后 肉体虽然会随着时间慢慢地腐烂 但脑电波却不会 它会转化为记忆电波 游离在空气之中 慢慢地飘向大气层之外 这些电波被称之为游离的电波 它们虽然不会腐烂 但却会不断减弱 此时爱因斯坦也给出了一个时间界限 那就是这些电波会在150年后 可能就会回到地球 再次被导入地球 遍布在人类的生活周围 从而演变成新的生命 也就是所谓的新生婴儿 这种说法似乎和人们常说的投胎转世 有很大的关联性 只不过用科学的理念与知识阐述出来了 至于为何会是150年呢 因为根据科学的研究 15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限 是人类寿命的上限 若是超出这一年限 就会出现基因的重叠现象 也就是在同一个时空里 出现两个相同的年 两个相同的人 处于同一时代生活 这不符合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 所以150年就是一个上限 这不符合的相同的年纪 也就会出现了 这不符合的相同的年纪 也就会出现了